秋思 林小姐 你说老实话 万大使夫人跟我 到底谁惊得看些 华夫人 鞋椅在她卧房中 一张高靠本红丝绒的沙发上 对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问道 林小姐坐在华夫人脚跟前的矮凳上 正在替华夫人修提手指甲 她的腿上搁着一盒各式各样的小剪刀 一共八把 夫人说的什么话 林小姐抬起头来抗议道 万夫人 怎么能跟夫人比呢 她还到我们移乡美容院来动个手术呢 哼 林小姐扑哧的笑了一下 又说道 是吗 华夫人从沙发上坐起来 她刚坐完脸 脸上的脂粉已经敷得均匀妥当 一双修得细细的眉毛 一直刷到了病边去 这是 这是几时的事啊 夫人 夫人千万别说是我讲的 林小姐压低了嗓子 就是去年 就是去年春天 周大夫替她拉的皮 不知手术有问题啊 还是她的皮肤本来就不好 最近额头上有点松下来了 每次去替她做脸 每次去替她做脸 她就向我发脾气 哦 万夫人 好难侍候啊 林小姐摇头笑叹道 华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她靠回沙发椅背上 仰着头 合上眼睛 轻轻地 输了一口气 不是我当着夫人说 林小姐放下剪刀 捧起华夫人那只右手 满脸 现眼的深情 我看过的台北这起夫人太太们 夫人的皮肤要数第一 我从来没有见过 竟也有生得这样好的皮丝 华夫人将她那只左手伸了出去 去其眼睛 自己观赏着 她左手的指甲 已经羞踢过了 尖尖的晶莹闪亮 一把春葱似的雪白手指 玲珑地翘了起来 无名纸上套着一枚 绿汪汪的翡翠环子 还好什么 华夫人微笑着 叹了一口气 夫人会保养 皮肤一直这么细嫩 林小姐小心翼翼地 将华夫人那只右手 收回到自己的膝盖上 其实啊 也没怎么保养 那你强啊 华夫人朝她的梳妆台 努力努嘴 一张乳白描金 法国式的梳妆台上 从一端到另一端 摆满了五彩琳琅的玻璃瓶罐 那些东西啊 摆放着罢了 都是我女儿从外国寄回来的 那个女孩子百般怂恿我 要我打扮 夫人好福气 小姐这么孝顺 什么孝顺 女孩子胡闹 华夫人笑道 那天啊 万夫人当着人还笑我 叫我摩登外婆 其实她呀 才摩登呢 蓝的 绿的 眼圈 膏子 那么擦着 可不是吗 林小姐接腔道 每次我总得替她 在眼膛子上 按摩百八下 她还一静嫌少呢 万夫人有了眼袋子 不涂眼缺膏 是遮不住的 说着 林小姐跟华夫人 又笑了起来 林小姐 把华夫人那只修剪的 玲珑剔透的右手 捧在手中 想欣赏一件艺术品 一般翻过来 翻过去 从化妆箱中 拿出了一排 十二色的指甲油来 夫人今天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啊 就是那件 华夫人指向床那边 床上平铺着 一袭宝蓝底起黑水纹的 印度珍斯旗袍 宝蓝配酱红 夫人觉得怎么样 林小姐抽出一瓶紫红的指甲油来 今天 我带的是玉器 可还压得住 华夫人拿过那瓶指甲油 跟她左手 食指上那枚大翡翠环 比了一下 这种红啊 不眨眼 配玉器 正好 啊 那么 就是这个吧 华夫人伸出右手 身子又靠到沙发上 镜子闭目养神起来 夫人啊 女佣阿莲走了进来 报告道 万大使夫人 又打电话来催 薛夫人 秦夫人都到了 请夫人马上到万公馆去 也没见过 又来催婚了 华夫人游子闭着眼睛 笑道 你去跟万夫人说 半个钟头内 我一定到 啊 阿莲 阿莲走到房门口 又回头停住了脚 华夫人坐起来 思索了一下 万夫人 问起你 就说我正在换衣服 别告诉她 林小姐在这里 啊 晓得了 夫人 阿莲笑应的 走了出去 华夫人和林小姐 也相视而笑了起来 林小姐把一盒子 八把剪刀 统统收起来 这几个麻将精 华夫人摇头笑叹的 款款的力气声 天天都来捉我 哦 真叫她们缠得受不了 林小姐赶紧过去 把搁在床上 那蓝丝旗袍捧过来 帮着华夫人换上 林小姐啊 你瞧瞧 我实在不喜欢 华夫人 坐在梳妆台前 对着镜子 头转过来 转过去 她的眉头 皱了起来 今天啊 我到百乐眉去 我那个十三号又病了 是个生少给我做的头 哎呀 一头头发都让她梳死了 我来替您挑松一下 您再看看 林小姐在梳妆台上 捡了一把煎饼子的梳子 替华夫人 把她那个高耸的贵妃记 挑梳着 华夫人将台面上 一只首饰盒打开 里面摆着一套翡翠玉器 一对吊珠耳坠 一串连环手串 一面海棠叶大的魁凤沛 华夫人 捏起那面玉佩 锁到心口上去 一面 抚着那片润凉的玉石 镜子里 她看见她那只雪白的手 衬在她那些宝兰的丝气袍上 手里捏着一只碧莹莹的葵缝 春葱似的一把手指 指尖红得像斜点子一般 哦 又有了吗 华夫人抬眼问道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从镜子中 看见林小姐正俯下头 去着眼 在她右边上脚的头发里 翻找着 只有一两根 林小姐巧声答道 我替您再抿几下 就看不出来了 林小姐又小心翼翼的 替华夫人 拢了好几下头发 您看醒了吗 夫人 华夫人欠身 凑近镜子面前 偏着头 端详凉酒 最后用手轻轻的 摸索了几下她的右边 才沉吟着说道 啊 就这样吧 林小姐 谢谢你 华夫人 走到花园里 一阵凉风迎面吹过来 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 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 以免戴上她那副 珠灰的丝手套 园子里 一道西洋斜扑在草坪上 那些朝鲜草 草尖子 已经犯着点点的黄斑 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 几片落叶 给风吹的 速速的在打转子 华夫人 在石径上走了几步 突然 一阵冷香 洗到了她面上来 她回头望去 看见墙东一角 那一片一盆雪 开得翻腾了起来 她不由的杀住了脚 若有所思的迟疑了片刻 终于回头 学了过去 她夺到那起 一盆雪跟前 俯下身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那几十株 齐腰的白菊花 一团团一簇簇 都吐出 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 白茸茸的一片 真好像 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 华夫人 又凑近一朵大白菊 绣了一下 人家都说 这就是台湾 最上品的白菊花了 在新公园的花展 还得过特别奖呢 只是太娇弱了一些 去年种下去 差不多都枯死了 她叫花匠 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 才活过来 倒没料到 一下子竟开得这般 繁盛起来了 怪到上次 万缕如珠来的时候 这些一盆雪刚打包 她已经抱怨她 华夫人 你这些菊花 真的那么尊贵吗 也舍不得送我们两只 插插盆 万夫人在学日文 万夫人在学茶道 万夫人又在学插花了 还是跟什么 金子小姐学的 万缕如珠 那个女人 也懂得茶道 花道吗 弄得一屋子的盆儿 罐儿 胡儿 碑儿 都是从日本买来的 她说 现在日本东西做的 不知道多么好 东京战后 不知道多么繁华 奇怪 现在日本人的模样 也变得体面起来了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 连走步路 筛壶茶 也那么弯腰驼背 打工作衣 周身都沾了东洋婆的腔调 难道这些极尊贵的一捧血 就任她 拿去 随便糟蹋了不成 华夫人掐下一只 并地的菊花 一对花包子 颤鸟鸟的迎风抖着 可是她知道 万缕如珠 最是个好须面子 嘴上不饶人的女人 花包子选小些给她 恐怕都要遭她审笑一番 摩登外婆 好像她自己还未曾当祖奶奶似的 华夫人跨进了那片花丛中 巡视了一番 她看到中央有一两颗花朵 特别繁盛 她走向前去 用手把一些枝叶剥开 在那一片繁花覆盖着的下面 她赫然看见 原来许多花包子 已经腐烂死去 有的枯黑 上面发了白霉 吊在枝叶上 像是一只只烂馒头 有的刚尾顿下来 花瓣都生了黄袖一般 一些烂包子上 斑斑点点 爬满了菊虎 在啃捏着花心 黄浊的姜叶 不断地从花心流淌出来 一阵风掠过 华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 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 她心中 微微一震 她仿佛记得 那几天 她房中 也一镜透着这股 奇怪的心香 她 守在她床边 看着医生 用条橡皮管子 插在她喉头上 那个肿的发亮 乌黑的癌菊里 昼夜不停地 在抽着浓水 她床头的积案上 那只白瓷胆瓶里 正插着三只 碗大一般的白菊花 那是她亲自 到园里去采来插瓶的 园里那百多株一捧雪 都是七霞山以来的名种 那年秋天 人都这样说 日本鬼打跑了 阳城湖的螃蟹也肥了 南京城的菊花 也开得 分外茂盛起来 她 带着她的军队 开进南京城的档案 街上那些老头子 老太婆们 又哭又笑 都在开眼泪 一个城的爆竹声 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 她也笑得弯下了身去 对她说道 欢迎将军 班师回朝 她 挽着她 她的披风 吹得飘了起来 她的指挥刀 挂在她腰迹 针针 墙墙 闪亮的 一双带白钢刺的马靴踏的混响 挽着她 一同走进了园子里 她 擒着一杯白蓝地 静到她唇边 满面笑容地 低声唤道 云香 满园子里 那百多株盛开的一盆雪 都在她身后 照反的 像一倾白浪奔腾的 雪海一般 那年秋天 人人都说 连菊花也开得 分外 茂盛起来 夫人 车子 已经开出来了 华夫人 抬起头来 她看见老花将 黄有幸 正站在实镜上 白眉白病 陡色地勾着背 手里支着一柄 扫落叶的竹扫帚 华夫人迟疑了一下 又随手掐下一只菊花 才从花丛里跨了出来 往大门走去 一束白粗粗的一盆雪 拥在她胸前 黄有幸 华夫人 华夫人走了几步 又停了下来 是 夫人 黄有幸 停下扫帚 应道 你去把那些菊花 修剪一下 有好些 已经残掉了 明镜有趣 就是一位 在那里 我的小视频 还有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